超級市場 大家好,我的作品是超級市場 藝中二級,譚宇宇 藝中三級,劉耀鏗 藝中三級,郭奇正 根據香港森美人協進會的視像人士日後統計顯示 香港共有17萬4千位視像人士 是全球最多視像人士的城市之一 在一個有這麼多視像人士的城市裏 竟然還有一間超市會為視像人士提供無障礙設施服務 幫助他們購物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 購物就等同於我們完全蒙蔽雙眼地走超市 要成功購物一點都不容易 我們都訪問過視像人士 他們都表示正因為看不到眼前的商品 在一個什麼都看不到的情況下 根本沒有能力地獨自走超市 所以最後都選擇不在超市裡面購物 因此我們希望視像人士可以借助我們超級市場這個系統 成功在一個不依靠其他人的情況下獨自購物 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加無障礙的環境 令他們更加容易地踏入社會 在我們開發這個系統之前 我們都在網上看看有沒有類似系統 就像Google Ads、TapTapC和Be My Eyes 但這些系統並不適合視像人士在購物時使用 就像TapTapC一樣 當它掃瞄現在這裡有包檸檬茶和菊花茶 它只會得出一個結果 就是綠色和黃色的包裝盒 比分不到它是檸檬茶和菊花茶 更加不要說產品的價錢 所以現在在市面上都沒有一個普及的系統 可以幫助市場人士購物 因此我們分明了這個系統 去解決市場人士的三個問題 第一 由於市場人士未能看清楚或者看不到貨品 他們不知道這個不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因為不知道貨品的價錢 導致他們需要用比正常人更長的時間 才可以成功購物 在他們掃求協助的期間 可能因為怕麻煩了一些店員 而產生負美的影響 久而久之 當他們遇到問題的事 他們更加想退縮 不想去面對 不想同意 不想去出街 我們這個系統第一個功能 就是會掃瞄到商品之後 就會讀出來的名稱和價錢 就像手上於便利貨檸檬茶 當我們的手機掃瞄到這個檸檬茶之後 Vita Lemon T6 Pack $15.90 就會讀出來的價錢和名稱 第二 由於市場人士看不到商品 所以當他們在一次購物裡面 購買多於四至五件的商品的時候 要複製購物車買的那些商品 其實是十分之困難的 甚至乎要計算商品的總價格 也都不容易 因此 我們系統的第二個功能 就是利用了Speech Recognition這個技術 是令到市場人士可以透過語音去控制程式 當市場人士說了Buy的時候 系統就會將那個物品加入購物清單 當市場人士說了Amount或者List的時候 系統就會將 他所購買的物品的總價格 或者購物清單透過聲音去說出來 這樣就可以令到市場人士清楚知道自己買了些什麼 以及要付多少錢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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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mamy Static Noodle Seafood $8.90 One of Vita Lemon T6 Pack $15.90 Amount is $24.80 第三,因為視障人士自身的問題 是你根本沒有可能知道 這條通道主要銷售什麼產品 要找一件產品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有見你合適 我們通人三上只要用手指上一數 銷售食物品就要分類開 我們知道成本買的東西 Noodle Desserts 以上就是我們運用了的科技 我們用了Unity這個平台 和C-Sharp這個語言編寫 我們也運用了以下的文件 分別是Speech Recognition Test-to-Speech和Verforia 至於商業價值方面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也考慮過 系統設計 盡量避免有大量的硬件存在 就可以令到超市不需要做大量的改裝 整個系統只需要我們手形容程式 就可以成功運行 幫到視障人士 我們將我們的系統和其他程式去做比較 我們的系統可以顯示到 貨品的價錢和文稱 而其他程式是做不到的 另外我們有一個程式叫做Be My Eyes 它要用人手去Facetime辨認貨品 所需要用到的時間比較長 除此之外 我們的程式更加設有 比視障人士的購物清單 令他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買了什麼 以及要付多少錢 在未來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以下四點 第一 希望可以邀請更多的視障人士 使用我們的系統 然後吸取他們補貨的意見 令我們的系統更加完善 第二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和超市現有的資料 希望可以和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超市高層職員和視障人士 進行更深的交通 去完善我們的系統 將我們的系統超級市場商品化 最後希望可以真真正正幫助有需要的視障人士 多謝